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因為我支持曹操缸 他比較會講 比較敢講 對 要敢講 有人覺得好傻眼 想說有點傻眼 傻眼貓咪 傻眼貓咪2022還沒選就跳2024 真的真的 因為他已經很久沒有接觸了 冷汗治療太早宣布都沒好下場 還沒選完就跳2024 太早了這樣 因為通常太早宣布都沒什麼好下場 會讓國民黨又分裂吧 我覺得 還沒審核好不是嗎 就太衝動啊 就是其實 國民黨人選應該還蠻多的吧 我覺得朱立倫也不錯啊 冷汗直茂 太早宣布都沒好下場 沒什麼路用 國民黨派誰都不會贏 為什麼選這個 我想一下喔 國民黨現在就是 到處分化 在野黨沒有做好在野黨該做的事情 所以不管派誰都不會贏 也有人不認識趙小康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誰 你說什麼 我不知道他是誰 我不知道他是誰 我是支持國民黨 但我不支持他 就是沒有號召力 對我們這一輩的沒有號召力 因為我不認識他 就是我知道趙小康他是誰 我知道他在做節目 但我不知道他這個人 就是沒有比較明確的一個點 你可以去認識這個人 那其實國民黨還有很多其他的 像 像朱立倫啊之類的 這一些 我們可能更認識 或講萬安 對或講萬安 就是類似這一種我們可能更認識 太衝動了 就是事情都不討論好 就是大家都做自己的事情 然後每次都分兩三個 就變成那個票都分散 就是要團結 國民黨要團結 真的要希望團結 好 要加油 要加油 都要落淚 因為我們是支持國民黨的 但是就是希望能夠不一樣 有人聞民進黨就暴怒 被他騙得很慘 不行 比如說什麼事件 雙標 太多雙標了 他們做可以別 我們做都不可以 你看到美牛美豬就不用講了 爛了 因為我不喜歡民進黨 有多不喜歡 很不喜歡 很不喜歡 辯子妹執行發現 大部分民眾對於趙少康 宣布要選總統 最多人選的是歐葉支持 他會吊打民進黨 不過第二多人選的則是 冷漢職貌 太早宣布都沒好下場 這兩個答案 跟你心中所想的有沒有一樣呢 留言跟我們說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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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